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杜达总统举行会谈 习近平指出,波兰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 今年是中波建交75周年 75年来,中波关系始终保持平稳发展 特别是8年前,我们共同决定将中波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 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全面拓展深化 合作成果汇集两国人民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 中方愿同波方一道,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秉持建交初心,更续传统友好 推动两国关系持续向更高水平发展 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习近平强调,中波关系之所以能够经历风雨 关键是双方都能够从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坚持独立自主,发展双边友好关系 双方要继续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交流互建的中波友谊内核 理解和支持彼此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所做的努力 共同反对冷战思维、阵营对抗 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推动构建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双方要用好中波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平台 加强各领域合作的战略协调和统筹规划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保障和推进中欧班列等重大项目合作 加强贸易、农业、数字经济、绿色产业、清洁能源等领域合作 中方欢迎更多优质波兰农食产品进入中国市场 支持扩大双向投资 希望波方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中方决定对波兰公民实施15日单方面免签政策 双方要大力推动两国文化、青年、学术、媒体等领域交流 中方愿同波兰等国一道 促进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可持续发展 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杜达表示 我对2015年对中国首次国事访问 和2022年初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情景记忆犹新 这次访华进一步见证了中国发展的巨大活力 我由衷钦佩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 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波兰进行国事访问 成为波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对波兰意味着巨大发展机遇 同中国合作共建一带一路有利促进了波兰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 波中建交75年来 双方关系发展始终基于平等和相互尊重 波方高度赞赏中国的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 高度评价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秉持的理念 以及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 波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深化经贸农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 拓展创新数字经济新能源汽车等新领域合作 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波兰投资 波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 推动波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发展 为促进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做出积极贡献 明年上半年 波兰将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 波方愿为推动欧盟同中国关系发展 发挥建设性作用 并继续促进中东欧国家同中国合作 双方还就乌克兰危机交换了意见 习近平强调 中方在乌克兰危机上的立场 就是劝和促谈政治解决 当前应努力避免冲突扩大激化 努力推动局势降温 努力创造和谈条件 这符合包括欧洲在内的国际社会利益 中方反对一些人借口中俄正常贸易 转移矛盾抹黑中国 中方鼓励和支持一切 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 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架构 中方愿继续以自己的方式 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 发挥建设性作用 会谈后 两国元首共同建政签署 关于经贸农业等领域 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波兰共和国 关于加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行动计划 2024至2027年 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 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 为杜达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王毅参加上述活动